佛陀被视为皮尸奴第九化身 但是是个反面的形象 他创立了错误的学说 就是说他化身成佛陀 去创一种错误的学说 他为什么要创这种学说呢 是为了引导这个世界上的恶人 自动的走向灭亡 从而澄清世界 你看这个印度教就很王八蛋了 他就是说佛陀的目标 就是吸引这个世界上的坏人来相信他 然后最后带着这些坏人去灭亡 在争取心中的这场战争中 佛教最终败给印度教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为了争取信众 婆罗门教就吸收了佛教的义礼 而佛教只好反过来吸收他们的秘书 什么意思呢 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的好东西 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垃圾 你说那这能有好吗 上一课我们展开了大成两大宗派之一的中官派 这课开始我们展开另一派 就是瑜伽形派 介绍瑜伽形派之前呢 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时候 印度本土主流宗教的一个变化 因为正是印度本土这种宗教变化 导致瑜伽形派自中官派之后崛起 这个教派变化就是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的转变 什么意思呢 小成佛教兴起呢 严重打击了婆罗门教 然后大成佛教兴起呢 这儿婆罗门教在中部就复兴了 复兴了之后 大成佛教为了兴起呢 就跟婆罗门教进行了竞争 它实际是就是跟婆罗门教竞争过程里产生的 但是大成佛教再次兴盛的时候呢 倒过来又再次刺激了婆罗门教的重生 于是在印度大陆一个新宗教诞生了 就是婆罗门教的变形 印度教来了 这就是大成时期 整个这个印度大陆的这个宗教情况变化 因为大成佛教它兴起于南印度 我们说南印度这个地方 有土著宗教有婆罗门教 然后大家都要竞争 所以婆罗门教它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 也就不再没守成规了 为了争取教众也就什么都来了 佛教思想也来 奇纳教思想也来 土著佛教思想也来 他们本身也有六派 所以婆罗门教就豁出去了 最终婆罗门教就在这个本地 形成了一种多神的包容性的 融合性极强的新信仰形态 它就不叫婆罗门教了 就叫印度教 正是在基多王朝的后期 就大家要不太了解这个时段 就听我那姐妹印度史吧 在基多王朝的后期 印度教就奠定了 它的一个基本信仰形式 就是我们说的 从多神教转为了三相神信仰体系 三位主神 不是三位主神 三位主神 皮实奴 梵天 师婆 这个梵天呢 就我简单介绍一下 它这个三相神啊 三位主神 这个梵天呢 就是万物的本体梵 神歌画的神指 是来自于神话中的金胎而生 这个金胎歌我们也讲过 它的四个头象征四部废陀 四个臂象征四种种性 然后呢 它本来是婆罗门教的最高神 但是呢 随着这个三相神的进化 它在印度中呢 梵天的地位就降低了 无法与皮实奴和师婆的重要性相比 皮实奴呢 在废陀里是太阳神 它在印度教中呢 就在新婆罗门教 印度教中 就升格为了世界的守护神 那以种种化身著称 关于化身的重要性 我们在前面是讲过的 主要是十个化身 猪人 狮 鲑鱼 罗摩 打黑天 它第九个化身最重要 它第九个化身是谁呢 释迦摩尼 佛陀 佛陀被视为皮实奴第九化身 但是是个反面的形象 大家不要忘了 在印度 废陀文化是判断正统文化的一个标准 所以 印度教就借了它的这种影响力 它把佛陀贬为皮实奴第九化身 而这第九化身呢 叫什么呢 就说是一个 它创立了错误的学说 就是说 它化身成佛陀去创一种错误的学说 它为什么要创这种学说呢 是为了引导这个世界上的恶人 自动的走向灭亡 从而澄清世界 你看这个 印度教就很王八蛋了 它就是说 佛陀的目标 就是吸引这个世界上的坏人来相信他 然后最后带着这些坏人去灭亡 这个 所以它第一个化身是猪 我觉得是很对的 师婆 那就是印度教中的破坏神 最重要的两大主神之一 本意呢 是暴风神 最后呢 逐渐演化成破坏恐怖之神 也包括治疗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这个戴骷髅的外道 就是博大戴骷髅的 比如沙僧什么的 就是戴着一个骷髅手串 或者戴着一个骷髅项链了 在印度教做图灰外道 这就属于师婆派的修行者 印度教 它在理论上 其实一直没有成熟 什么时候成熟呢 在佛教的帮助下成熟了 在基多王朝时代 在大乘佛教的帮助下 最后印度教的理论成熟了 因为在几个世纪后 他们遇到了 不是初的一位大师 商杰罗 商杰罗在 废陀 奥义书 樊经的基础上 融合了大乘佛教 中官派的思想和维时派的思想 就是取一部分中官 取一部分维时 然后再把废陀重新改造 就是利用大乘的教理框架 改造了废陀经 把废坛多派推向了理论顶峰 最终实现了印度教教理上的成熟 我们说废坛多派又叫厚思维派 六派我们就不讲了 就是最后打倒佛教的实际是印度教六派中的废坛多派 废坛多派虽然在印度正统六派中出现的最晚 但是它最终成为印度教思想的基本派别 融合了其他教派的思想 最终取得了正统地位 所谓废坛多呢 就是废陀之末分 或者叫废陀之终结者的意思 就是说 说废陀传统到他这就叫终结了 他是最终的集大成者和发扬者 他的意思就叫废陀之终结者 废坛多 哲学上呢 也是废陀思想的最高阶段 一般认为 废坛多派他实际上建立时期 跟大成佛教的时间差不多 在公元前后 但是呢 他通过很多年的这个变形 集了印度所有哲学思想之大成 然后呢 有自己的三经 三经就是奥义书梵经 伯家梵歌叫废坛多三经 然后呢 他在这三经的基础上 整合了大成佛教思想 由商杰罗所著一本 叫梵经著的书 然后呢 成为其最终的核心理论 大成瑜伽形派 又叫维石派 兴起于公元四世纪 我们在上一课的最后 介绍了婆罗门教 在向新的宗教方向 印度教转移 这个他们兴起就在同一个阶段 瑜伽形派 什么叫瑜伽形 瑜伽 他的本意 是把架子架到牛的脖子上 用来控制牛 我在佛教诗词课里头讲过 禅师里有大量的放牛鸽 有的放牛鸽 一手就是使手 作为一组 用牛来比喻调制心性 它实际就是瑜伽的本意 瑜伽形的本意 瑜伽 他后来被中国转译为相应 从基本含义上来看 相应这个词跟止观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现在佛教哲学课 还没有讲到这个修定学和会学这块 止观呢 止就是定学 观是在定中思维 所以瑜伽 他在佛教中 是作为相应之意 首先止的就是止观 很显然 止观 它是一种禅修方式 另一种解释呢 瑜伽形 这个词来自于瑜伽 或者瑜伽之行 是指修习瑜伽 总之 瑜伽形 是围绕瑜伽 安利起来的 瑜伽 其实也是一种修行方式 就是甭管是两 这两个理由 哪一个得名 我们都知道 瑜伽形派 它是跟修行方式 直接相关的派别 它又叫唯实派 唯实 唯一的唯 认识的是 唯实 直译叫唯了别 它是瑜伽形派的 基本思想观念 在印度 婆罗门外道 六大外道 或者说人家婆罗门 教叫正统六派 我们叫人家六大外道 就正统六派中 有一派 叫瑜伽派 瑜伽派呢 就是以瑜伽修持为本 主张调制身心 与神我相应 印度教里的瑜伽派 是比佛教里的瑜伽形派 要早得多的 它是否影响到 瑜伽形派不可知 但是呢 后期 瑜伽形派的理论 确实反向影响到了 六道里的瑜伽派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两派是有关系的 早期瑜伽形派的宗教思想 或者说 它的宗派思想 是由三位大师传出的 就是祖师 弥勒菩萨 无助菩萨 世亲大师 这里头有两个菩萨 一个大师 是因为世亲没有做菩萨 世亲最早是 不派佛教大师 弥勒菩萨 是瑜伽形派 自己认定的祖师 他所著的是 瑜伽师弟论 大成庄严 经论诵 辩中边论诵 这三部 但是这三部书 都是由无助菩萨传出的 就是没人见过弥勒菩萨 是由无助菩萨传出的 然后呢 接着是无助菩萨 自己写的 社大成论 这个非常有名 大成阿比达摩吉论 最后呢 是无助的弟弟 世亲大师 写的 为师三师颂 为师二师论 大成成业论 等等 这八本书吧 就构成了瑜伽形派 早期的最基本的经典 后期作品 主要有 玄奘写的 成为师论 成为师论呢 这个就奠定了 中国为师宗的理论基础 瑜伽形派后期的 主要是两套大书 一套是陈纳的 就陈纳论师 所写的 极量论 他就开创了 瑜伽形派 向极量论发展的方向 史称新音明学 音明就是逻辑 实际就是新的佛教逻辑学 还有法称论师 写的极量论的 论事 叫事量论 瑜伽形派 他最早 是在中印度兴起的 但是不是在摩羯托国 他是在中印度的 叫做阿语托国兴起 后红传到西北印 西北印呢 也是无助士亲大师的故乡 然后又向南流布 因此 瑜伽形派 跟大乘佛教的 基本流布方式是一样的 他形成了 在西北方和南方 两个宗教基地 加上 因为他最早 兴起于中印度 所以他比大乘佛教的 基地多一个 他还有一个 就是中部 中印度 三个洪化中心 瑜伽形派 在这三大宗师之间呢 是有师承和亲属关系的 就是 弥勒菩萨 是无助的师父 无助是世亲的哥哥 是这么一个关系 其中弥勒 是实地菩萨 未来佛 无助 是传承其为时学的 唯一弟子 而世亲 又是无助的亲弟弟 也是他的主要弟子 其实他还有一个弟弟 一直在小城部 无助有两个弟弟 所以这就是无助 世亲 弥勒的师承关系 我们先说一下弥勒吧 弥勒 他的意义叫慈士 慈祥的慈 我们在有些 那个寺庙里 会看到慈士殿 慈士阁 指的就是弥勒殿 呃 慈士武论 实际就是弥勒武论 弥勒 他出身于婆罗门家庭 后出家为佛弟子 他先于佛入灭 据佛典说 弥勒入灭后 生兜律天 居十地菩萨位 是十地最后边菩萨 就是说他要成佛 他最后一任 他还没成佛 后补 所以 叫一生补处菩萨 他在等着 等着成佛 简称补处菩萨 因为他在这个 出发心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大乘修行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要发起 他在出发心的时候 就发誓不吃肉 因此得名 慈是 慈悲的慈 在瑜伽形派的 弥勒 无助 世亲三位宗师中 无助和世亲 是历史人物 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有争论 是真人 但是弥勒菩萨的身份 是有争议的 就是说他到底 是不是真人 是有争议的 在佛教历史上 一般认为 弥勒菩萨 就是这个 写这三本书的 这个弥勒菩萨 就是那兜律天的 弥勒菩萨 就是未来佛 但是呢 在学界 或者说学者立场上看 一般有两说 一说呢 说根本就没有 弥勒菩萨 这弥勒菩萨呢 是假托 无助 假托之名 并非真有这么一个人 是无助自己编出来的 是无助世亲 无助编的 另一类学者主张呢 是说 确有这么一位弥勒祖师 或者说这个 学僧 但他并非是那个 兜律天的弥勒菩萨 而是说一切有部 在西北印度 说一切有部 就是上座部 部派里头 上座部的一位 瑜伽行者 因为当时他有 修习瑜伽的嘛 是一位修习瑜伽的 说一切有部的行者 然这位瑜伽行者 接受了大乘教义 然后写了瑜伽 师弟论等著作 所以又叫弥勒论师 所以说他的传承 应该叫弥勒论师 无助论师 诗亲论师 这学者的两种理论呢 都有不完全的证据支持 就是都有证据支持 但都不完全 但根据所有的记载 有一点是共同的 哪一点呢 就是弥勒菩萨 所有的论著 或者说他所有写的书 都是由无助菩萨传出的 所以这也是有人主张 并没有弥勒祖师这个人 而是无助托明所做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 为什么弥勒所有的作品 都是由无助传出的呢 包括最早佛陀的瑜伽行点 也是如此呢 这就是值得让人怀疑了 所以说 一般公认无助菩萨 才是实际上的 印度瑜伽形派的创派宗师 弥勒菩萨他的论著 我们在汉地有五种 叫弥勒武论 在藏传那个地方 叫慈世武论 就是瑜伽师弟论 大乘庄严经论诵 辩中边论诵 中边分别论诵 能断金刚波尔波罗蜜经论诵 和分别瑜伽论 这个藏地的这五论 这是汉地五论 和藏地五论不一样 就是有三种是不同的 有两种是一样的 就是藏地的五论 叫大乘庄严经论诵 辩中边论诵 现观庄严论诵 法性分别论诵 大乘究竟要义论诵 这是藏传五论 我们前面说的是 汉传五论 前两个大乘庄严经论诵 和辩中边论诵 是一致的 后三论不一样 在汉传里 有能断金刚波尔波罗蜜经论诵 藏传里没有 我们讲一下 无助菩萨的生平 因为弥勒菩萨 是一个传说人物 这不好讲 无助菩萨 他明确的历史人物 因译为阿僧加 他是公元四世纪下半叶 到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在世的 这个时间段 正处在印度基多王朝的盛期 在这个时候 法险正好是去印度取经 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次写佛国记的法险来了 唐僧没来 但纠摩罗什还在 无助他出身于婆罗门家庭 最早他是于说一切有不出家的 就是跟弥勒说 弥勒是说一切有不的 于家行者方 就是不派是一致的 无助菩萨最早是得小城空观 后来成为小城圣者 但是他自己觉得 这个教理不究竟 理论不究竟 他抑郁深入 于是遂发禅定 这个禅定这个东西 看来一定要讲 我们后面在这个佛教哲学里讲一下吧 这个四禅 这个怎么一个甚深禅定 怎么进入甚深禅定 无助呢 他就逐渐进入甚深禅定 发起神通 上兜律天 向弥勒菩萨询问法意 他是询问完法意 回来之后 他就回来 就看不上小城了 回来之后 他就回小向大 转向大城 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后 就开始修习直观 仍然是通过四禅 误入大城空观 成为大城圣者 然后呢 他成为大城圣者之后 又再次上兜律天 请弥勒菩萨下到人间传法 然后弥勒菩萨呢 下到人间是传法了 但是还是就传了他一个人 给他讲了 十七地经和瑜伽师地论 无助又把这两本经转传其他人 由此 无助菩萨就在印度 依佛陀与弥勒的言教 开宗立派 开创了瑜伽形派 成为与龙树菩萨齐名的 又一位大成佛教创派大师 就是中观派 创派大师是龙树 瑜伽形派创派大师是无助 在无助的晚年 他的弟弟世亲大师 已经是当时布派佛教中的领袖人物 是说一切有步的No.1 他不仅造论弘扬小成法义 并且激烈批判大成 直指大成非佛说 然后呢 这个你想他的哥哥是大成的 瑜伽形派的创派大师 弟弟是小成的这个No.1论师 这个不行啊 于是无助他就设下了 一个方便 什么叫设下了方便 就设下了一圈套 诱导世亲回小向大 皈依了大成 就是最后他弟弟确实就 就按他哥哥的想法 皈依了大成 这件事情 对布派佛教是沉重的打击 对瑜伽形派 乃至印度大成佛教 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因为正是世亲大师 皈依了大成佛教 或者说皈依了他哥哥 开创的瑜伽形教 那这个大成就彻底兴盛起来了 因为无助红法 他是在中印度和西北印 这跟龙树那个位置差不多啊 龙树南印和西北印 虽然无助大师随时弟子只有二十人 但是他的弟弟世亲大师归一了瑜伽形派以后 大成振兴比丘达数万人 中关派记载 龙树在的时候 大成比丘鼎圣人物不足万人 但是到了世亲的时候 已达数万人 说明这个规模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个三位宗师里头 弥勒 无助 世亲 前两位都是菩萨 唯有世亲 不是菩萨 是大师 因为 是在无助 菩萨去世以后 他的弟弟世亲 才开始编转 编撰 大成论述 世亲 大师他几乎辨识所有大成经论 并且又自己造了很多大成经论 最后之作乃为时思想的总结性著作 即为时三十颂 在唐僧的大唐西域记里说 世亲大师共著有论述一百余部 然后呢 这个 还有说呢 因为我们说龙树叫千步 千步论主吗 这个 瑜伽形态也不示弱 也说 我们的世亲大师也叫千步论主 而且比你还厉害 你那千步论主都是大成论 世亲大师造小成论五百步 大成论五百步 合称千步论主 世亲大师是以中印度 因为他的家乡在中印嘛 叫阿与陀国 他以中印度阿与陀国为中心弘法 在无助大师 在无助菩萨开创的局面上 进一步推动了大成的兴盛 可以说大成的最终盛旗就到来了 所以在世亲大师 在世之时 大成的影响 宗教影响达到了极盛 据称 世亲大师一生在印度造寺院六百余处 身边长随弟子一千余人 这跟佛陀差不多啊 千二百五十人距 当时整个印度 因为世亲大师的推动 大成比丘已达六万余人 这个六倍余龙数 世亲与外道 就是生平辩论 达五百余次 无疑次失败 度化了著名的 就是当时著名的婆罗门 以及著名的外道五千余人 在中观派和瑜伽形派 两派的祖师里 我们说龙树菩萨 提婆菩萨 弥勒菩萨 无助菩萨 只有世亲 其余皆为圣者 世亲只是凡夫善之时 但是呢 他已经达到了家行道的最顶端 他只差一步即可成圣 他对后世的影响呢 就是世亲大师 可以说是佛教的最终理论的 及大成者 他对前面的所有的经教做了总结 对后面的做了这个 这个方向性的指导 他对后世的影响呢 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展现出来 原因是后期瑜伽形派的发展 基本都是世亲大师的弟子 或者在传弟子在推动 瑜伽形派中期有为时时大论师 这时大论师基本上都是世亲的弟子 他也确立了印度为时正宗学说 因为印度正宗为时学说 都是围绕着世亲大师的为时三十颂展开的 而中国的为时宗呢 跟世亲大师关系更大 中国为时宗分心学和旧学两派 真帝开创的叫为时旧学 他是以无助大师的摄大成论为本的 称为摄论师 这本书的注释也是世亲著的 当时还有一本叫瑜伽师地论 叫地论师 唐僧为了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所以悉行取经 后来玄奘所传的为时心学 就是以注释世亲大师的为时三十颂的 成为时论为本的 所以玄奘所传也叫成论派 因为玄奘所传的为时 直接来自于世亲大师之学 就是再传再三代传吧 所以他被尊为中国的为时正宗 到今天为止 也是中国为时学的主流 因此后世中国大多数宗派 都把世亲大师尊为祖师之列 但是世亲大师 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宗教成功呢 不光是在理论上 虽然他在理论上 住了五百部小城 五百部大城 但真正让他成为这个 宗教运动主流的原因 是因为他做了帝师 基督王朝在建都中印度以后 对佛教的态度一直是消极的 一个历史的偶然 超日王让自己的儿子 塞建陀基多跟随世亲大师 就是等于世亲大师做了帝日王的老师 正因此 佛教开始受到了王室的重视 大乘瑜伽形派 也正是因为世亲大师成为了国师 在这种机缘巧合的历史背景下 不光是因为他的理论很精深 还有他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 大乘瑜伽形派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盛起来的 因为世亲大师的这个弟子 就是后来继位的帝日王 他同时信奉两个宗教 就是印度教和佛教 他都信 在公元459年 为了庆祝打败白匈奴 就是后来的燕人 就是一个口子盘 一个讨厌的燕 为了庆祝打败白匈奴 建立了一座皮尸奴庙 这个就是信奉印度教的 同时他也建立了一座佛教的寺庙 而这座佛教的寺庙 请世亲大师做主持 就是著名的纳兰陀寺 纳兰陀寺就成为了大乘佛教 鼎盛时期的义学和修持中心 以此中心就迎来了大乘佛教 最黄金的年代 印度的寺庙跟中国的寺庙是不一样的 它有点相当于一个大学 不同的教派 相当于不同的系 不同的主张 相当于不同的导师 大家虽然意见不同 学礼不同 但是都在一起修行 所以他的这个寺庙 只是相当于一个 就是所有高僧共同修行的地方 并不是说这个寺庙就代表一种教理 纳兰陀寺建了以后 世亲包括世亲的弟子 相续成为他的主持 一批大师就出现了 陈纳亲圣安慧静岳护法 总之他的出现 这个世亲主持纳兰陀寺开始 他的弟子的出现 标志着大乘瑜伽形派 就进入了全圣阶段 借着大乘瑜伽形派的这种 鼎盛之士 大乘重光 所以已经演齐西谷多年的 大乘中官派复兴了 僧护的三大弟子 佛护僧护 以及稍晚一些的岳称大师 就崛起了 他们就相当于在纳兰陀寺的一个戏 几个著名的导师 他们逐渐就在纳兰陀寺里 形成了与瑜伽形派分庭抗礼之士 就瑜伽形派里同时是有三波学术势力的 密宗势力一支 瑜伽形派一支 大乘中官派一支 后来基督王朝就崩溃了 那印度立刻就陷入政治混乱 我们知道只要统一王朝一崩溃 马上就会反佛 所以大乘佛教发展的势头就被抑制了 当失去了王权支持的时候 大乘佛教就要迅速向世俗化去转移 因为要这个吸收民间信众 在印度吸收民间信众就必然要接受印度教里的宗教仪式 宗教仪轨 实际上就开启了大乘佛教向大乘密教转移的这种趋势 而且怨愈力 甚至逐渐要成为主流 我们说过到后期 像大乘中官里的清辩 粤称 佛护 本身就都是密教大师 这种乱世呢 就佛教一度就非常衰落 但是呢 到公元七世纪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 这个比较强有力的国王 就是戒日王 在公元七世纪上半夜 戒日王短暂的统一了 北印度和中印度 而恰巧是这个时间 是唐朝的玄奘大师西游 于是戒日王对玄奘大师吕玉有加 他就重新出资 修建 重修了这个纳兰陀寺 广建佛塔 所以在这个阶段时候 大乘佛教有一点忠心之势 但是唐僧离开不久 戒日王朝 就再次崩溃 印度的统一总是短暂的 佛教也随之 江和日下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时期里头 他的黄金时期就是基多王朝 在黄金时期的黄金时期 就是他的最高学府的建立 就是纳兰陀寺的建立 在公元五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说法显在游历印度的时候 都没有提到纳兰陀寺 就是公元四百多年 那个时候 在印度史上 还没有纳兰陀寺 但是到了玄藏和 异境西游的时候 纳兰陀寺已经建立了 而且当时叫大纳兰陀寺 说明 中间只差了一百多年 说明 他是大纳兰陀寺 应该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基多王朝 就是公元五百年左右 四百九十五年打赢的 应该在公元五百年左右 公元七世纪初 就公元六百多年的时候 玄兰大师去印度的时候 印度大乘佛教 其实已经进入他的衰落期了 已经不是他的鼎盛期了 但是当时 建日王继位 纳兰陀寺仍然算处于盛期 但是很快就将衰落 在唐僧到达印度的时候 记载说纳兰陀寺当时 还有很多教派僧徒万余人 四十年后 等一境大师到的时候 在南海地归内法传里说 纳兰陀寺只有不到三千人了 那就说明 实际衰败的非常快 早中期 纳兰陀寺的主持 就是我们从赤亲大师开始 主持都出自于大乘瑜伽形派 一直到玄奘去印度的时候 当时正是瑜伽形派的戒贤 做主持 戒贤大师就是玄奘的印度师父 百岁高龄 德高望重 他的影响超越印度 覆盖全印 被当时号称为正法藏 纳兰陀寺呢 是印度各派 就是佛教各派大师 风云济会之地 比如说公元七世纪 在那里留学的 读研究生的玄奘回国以后 开创了中国的汉地唯石派 一百年后 公元八世纪 纳兰陀寺的纪护 就是这个纪护教授 带着他的弟子研究生莲花界 就到了西藏 开始弘法 奠定了藏传中官派的思想基础 纳兰陀寺 他是在瑜伽形派兴起的时候建立的 就是这所佛教最高学府 之后也一直是由瑜伽形派 做主导 但是中间我们说中官派复兴了 中官派大师也进入了 于是瑜伽形派和中官派 就一直在纳兰陀寺共存着 时间的转折点呢 是出现在公元七世纪的下半叶 就是公元七百年左右 就是因为大成密教 在印度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 它不是大成密教的影响 实际是因为新的印度教的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大成就必须密教化 它的密教化趋势就越来越大 在这个时候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源三大士之一 密教的善无畏就在纳兰陀寺休息 就后来传到了中国 就是唐密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 中官派的力量强过了瑜伽形派 但是时间不长 大概强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主持就转向了中官派 但公元八世纪以后 瑜伽形派中官派 最后都和大成密教彻底合流了 就意味着纳兰陀寺彻底衰落了 在教理上就没有什么进步了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初 伊斯兰军队就彻底焚毁了纳兰陀寺 僧侣遭到了屠杀 从此纳兰陀寺成为了记忆 以此为标志 就宣告着除东印度以外 佛教在印度 90%的地区已经趋于消亡 后来最终的消亡是以超严厮的灭亡 就超严厮被烧毁 宣布的彻底灭亡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唐僧取经之前 瑜伽形派兴起的时候 是公元六七世纪 就是中国南北朝末到唐朝前期 印度大成佛教的主要矛盾 就是瑜伽形派和中官派之间的争论 他的争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叫空有之争 前后开展了三次 我们前面说过 晚期中官派 就是晚期中官 有大师崛起 佛护岳称 他与瑜伽形派的护法大师进行争论 就开始了中官历史上著名的 和瑜伽形派的三次大争 第一局 瑜伽形派对中官自序派轻辩 瑜伽形派的护法 对中官自序派的轻辩 平局 而且第一次辩论是 书面辩论 没有见面 第二局 瑜伽形派的戒弦 就是唐僧的师父 对中官派的至光 那肯定是瑜伽形派赢啊 唐僧的师父厉害 第三局 瑜伽形派的越官 对中官英成派的越称 还是瑜伽形派占了上风 所以说最终实际上 瑜伽形派的教理体系还是大 还是完整 因为瑜伽形派在世亲大师之后 是他的弟子陈纳大师 继承了其法脉 陈纳他是开创了佛教逻辑学 新音名的基础 是十大论师的代表 他把为师思想推到了逻辑学的最高峰 随后整个瑜伽形派就转向了 音名学为中心的方向 后来是在法称大师的手里 光大了陈纳的这个音名学 然后呢 彻底完成了新音名 但是呢 纯粹为师思想并没有得到发展 音名得到了发展 纯粹为师没有得到了发展 就开始与这个中官合流 所以三大争的时候 就是中官派 瑜伽形派三大争的时候 还是瑜伽形派的理论占上风 但是虽然占上风 这三次大辩论 造成了大成宗派内的严重对立和分裂 导致纳兰陀斯内部的严重对立 加速了大成佛教的衰亡 最后双方都不得不 就是依附于大成密教 但是呢 中官派在这三次辩论里头 我们说这三次辩论呢 这个轻辩一次 这是自虚派的创始人 然后智光 这个名声不行 最后一次 中官英成派的阅称 这也是代表人物 基本上三次辩论 都是中官派的代表人物去的 这三次辩论的时候呢 中官派就不断的在辩论里 吸收了瑜伽形派的思想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新教力体系 就形成了大成佛教 最晚期的一个学派分支 就是瑜伽形派与中官派的合流 形成了瑜伽形中官派 就这种融合 这是好事吗 就是这种融合 就中官派吸收了瑜伽形派 这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这种吸收和融合 意味着瑜伽形派和中官派 都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印度大成佛教 以这三次空有之争 叫三大争为标志 标志着印度的大成佛教 由胜转衰 而自此大成密教兴起 就逐渐取代了他们 大成佛教的衰落 除了有密教的竞争合流 以及内部宗派的恶性竞争之外 就说他有两条 一是这个密教兴起的速度太快 因为他要跟老百姓去争教众 他就必须跟印度教去争 所以密教性趋势非常强 第二就是因为大成的内部两大宗派的 这种恶性竞争 导致高僧们的分裂 另一重要的原因 就是核心原因 还是印度教的兴起 从理论上说 费谈多思想和印度教的兴起 是大成佛教衰落的极其重要的标志 而在三大争的过程里头 费谈多思想 恰如其实的吸收了大成佛教的 般若中观思想 以及瑜伽行教的思想 并且带有自己的重新诠释 我们看印度教早期论师的著作 会发现他有浓重的大成思想色彩 不客气的说 正是大成佛教两派之争的这种理论变系 帮助婆罗门教完成了 向印度教转换的这种理论基础 然后印度教就利用 他在印度传统的正宗地位 就跟儒学在中国的传统正宗地位一样 包括他在老百姓中广泛的影响力 通过理论上按地吸收 理论上你按地吸收 但是明面上又加以信仰矮化 什么意思 就是他把佛陀比为第九化身 专门带领邪恶的人走向自取灭亡 因此使佛教的影响力在印度急剧下降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佛教不得不迅速密教化的原因 就说他们愿意密教化吗 不愿意 他们必须迅速密教化 就是为了争取信仲 在争取信仲的这场战争中 佛教最终败给印度教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为了争取信仲 婆罗门教就吸收了佛教的义礼 而佛教只好反过来吸收他们的密数 什么意思 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的好东西 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垃圾 你说那这能有好吗 就是从这个角度讲 大乘佛教的转换和婆罗门教新印度教的转换 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是一致的 大乘的密教化实际是迫不得已局势下的自保之举 但是就是在这种自保的战局下 别人吸收的你的精华 你吸收的别人的糟糕 这个结果最终其实已经能看到了 这个有点养的经历 cos个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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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